回到第三節 動脈廢物 今晚說第一成拳 剛才說了一些大老的主角 主角 我們這一節說一些小角色 一些比較次要的角色 第一節我們在說直道 三田直道 大鐵鎚 這個人其實很... 他最初是一個當阿一步成了拳王成了名之後 是第一個叫做新加入鴨川拳館的士弟 原本說他剛成了拳王之後有一班人慕名而來 但被他們走掉 自從進行鴨川拳館的儀式 大家一起跑第一步之後全部都死了 死症仔 三田直道一個 所以其實他後期也有說 鴨川拳館雖然出了這麼多出色的拳擊手 但是他們的練習生是相對少的 因為他們就是... 那些訓練是太多 他們就篩走那些人 地獄式訓練 喊不住就走了 喊不住就走了 直到當時他們最初覺得是最沒有希望 但是他唯一是唯一的 他唯一是留得低的 因為他每天都吐到飛氣 他跑完就吐了 又被人打他又吐了 吐肚度 吐肚度 吐滿地 總之都是吐的 其實就是鴨川拳館的 花名 但是鴨川之後就說 我都不知道誰幫他改 我裝失憶 總之他來的時候又吐走的時候就吐 所以就是吐肚度 但是其實鴨川一早很看好他的 因為鴨川看好一個人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鴨川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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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 他也很大 這個厲害 有些東西 有些格子 這個人 就是整天都逗別人的袋 最初那時候都逗一部 一部是重量級 這個也是在故事裡面 整天拿來搞笑的其中一件事 說回山田 山田最初來到就是 他是崇拜一部 崇拜到他的銀包裡面 有一部張照片 又是他的後宮 後宮之一 後宮之一 這是什麼 學妹 學妹 學妹那些屬性 但是我記得一部錢 銀包也有公田之一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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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框子很複雜 那個是正室 山田就很仰慕一部 於是就 一路跟著他 到最後他離開 其實是不關權益事 就是他家裡要搬家 他本身都是高中生 他得到了 就是他考了那個拳擊 職業拳擊的資格 執照 他就走了 做移民 不是就是搬家 搬家 太久這樣 是的 太久這樣走開了 但是他走了之後 他也是沒有放棄拳擊的 還有他也是繼續有打 但是他其實也打得很辛苦 因為他就是 沙包型的拳擊手 他就說形容直到 雖然他個性就好似一部 但是他就是那個 天資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也是 跌跌碰碰地上來 他就不斷被人捱打地上位 所以有一次就是 有一次比賽就是 終於可以挑戰一部 就是這個拳王的挑戰賽 那時候就再出場 就是再出場 就是很震驚 是連青木都說 我現在看到他 我會讓路讓他走 因為那個樣子就很兇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為什麼青木和木村會這樣說 因為他已經在挑戰拳王 但是他們那時候還沒有挑戰拳王 第七位 第四位 然後櫻村還要說 你給兩個學弟超前有什麼感覺 很壞 然後還要說 因為那場一部比賽之前 好像都是青木和木村打熱場 然後又說 怎樣啊 幫兩個學弟打熱場的感受是如何 真的完全是很賤 然後他說 我跟當一部熱場 都還可以說低拳王 咦 但是我跟直部熱場 我不是低很多級 然後在自己去指 陷入一個低層的位置 所以很搞笑 對這個拳館裡面的排行榜 非常執著 所以有時候執著到一個地方 寧願自己的學弟 來輸了你 最好你是輸了他 最好你是輸了他 這樣 很好笑 所以其實直到他 他都知道自己是贏不到一部的 但是他很想讓一部知道 我跟以前不同 我進步了很多 所以他就用這個 就是我挑戰你 在我全盛的時期 我挑戰你 就讓他的前輩知道 我已經成長了 就是他用這個姿態 其實我覺得 他都寫得很感動的 我覺得 他後來找到他 為什麼要他的性格 會這樣轉變 會有些感動 他只是硬餐 我覺得他不是真的轉變 他只是硬來的 他本身的意思是 他打完不打 退役 想在最後一場 都叫做挑戰一下 自己前輩 自己的偶像 叫做沒有遺憾的退役 最後有沒有退役 是不知道的 他好像沒有退役 沒有 因為他的拳館 他是清心的拳館 就是傑心的拳館 傑心的拳館 道妻拳館 他說最後都是 原本打完一場就退役 輸了之後 我跟Mason發覺自己 都是放棄不到拳擊 很喜歡 對 所以當鷹村到處去旅行 有時候都撞到他 那時候一步都挺型的 一開始都不敢狠心打他 因為其實他只是用 沒有用腳的力量 一步就是 我想很快 很乾淨 不敢 搞定這件事 因為一步不想打直到 對 後輩也有感情 他是很疼這個後輩 因為他覺得 因為他自己也是被人欺負的 直到也是被人欺負的 他很有同感的 那種感覺 還有他的個性都比較來向 他就覺得 比較 是朋友 那 始終一步都更感情 就覺得 是朋友 不忍心地打他 師大兄我怎麼可以打你 師大兄 所以我可能那段也是PL 最後就是 我沒有教過你 背著書 他是說 他在磅重的時候 直到挑機 他就說 我感謝你 前輩 你又教我打拳 又教我 教你很多東西 你明天還要給我一條腰帶 我覺得很感激 很感激 然後一步就說 不用這麼客氣 我教你很多東西 但我沒有教你怎樣 拿拳王的腰帶 那裡是挺帥的 他站得很硬 而且你覺得一步 他雖然耐弱 但其實他開始慢慢成長 他有些時候他會站得很硬 他不會讓你吸到上頭 你覺得他整個人是強硬 硬 其實是由後輩 令到一步的角色 慢慢你看到他成長了 另一個角色我會覺得是梅澤 梅澤也是一個 他不是拳擊手 完全不關事的一個朋友 而一開始更加都不是他的朋友 欺負他 就是學校專門 一步未學拳擊之前 正是欺負他那個人 就是圍牙欺凌他的同學 但當他知道一步 你學拳是職業拳擊手 開始覺得有點厲害 立刻找他拍照 可以看他的比賽 然後就笑他 很受到感動 然後就開始為他打氣 各樣的事情 因為那場比賽的對手 以犯規來取勝 他經常找頭撞到一步 最後一步是不怕他 把頭撞到一步 一贏了之後 頭是起上樓 沒有眉的那個 對 所以就是他令到梅澤感動 然後就做了朋友 也真的有跟他道歉 好像跟他媽媽 他去到他媽媽道歉 後期一點 那是很後的 但早期他有跟一步道歉 是朋友 然後就跟別人說 這是我的朋友 然後說什麼事 對 還有他們畢業的時候 也有拉在一起拍照 很搞笑的 畢業的照片 全部都是不良仔 一部大家都很敬佩 他們突然有些不良少年 是特別覺得 QB也很帥 那時候一部已經是東新人王 東新人王 而且你看到他拍照 一開始他們很害怕 慢慢去擺姿勢 但一部仍然都在那裡 很害怕那些人 一部自己都開始慢慢擺姿勢 反正是越來越棒 而且他跟女生 在女生中間做這樣拍姿勢 其實他們的關係是由 本身都看不起他 慢慢變成朋友 慢慢欣賞他 然後變成朋友 然後到梅澤 他畢業之後 就走了去釣魚船做事 對 一開始就說他做辦公室的生涯 即是做那些男生做不行 經常被老闆欺負的 然後他就逃避 然後就想著一部那裡 又沒有事可以幫到手 然後就去一部那裡 貼一下工作 就說要劃慢 要取材如何成為拳王之路 對 那時候正好一部 遇到麻煩 就是要回家幫忙 那時候想著有忍退的心 對 要是透過梅澤的幫忙 才可以打拳擊 其實梅澤一開始 在那裡都辛苦頂不了 但最後都回來做 對 所以其實那裡都感動 因為梅澤又是另一個 我覺得有點像青木木村那種感覺 他也是一個小人物 他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但他也是很困難 他沒有訓練過 他其實對於釣魚船的工作 他都覺得很開心 但他都勉強去撐住這件事去走 而且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他一路是 他一路無條件的支持一部 一路撐住他 他跟他媽媽一起去製造褲子 又製造一些Banner 製造一些加油團 一些應援團一起去支持一部 他真的是投號粉絲 但他同時一直有畫漫畫 他那個漫畫是釣魚 他本身是想著畫拳擊漫畫 但他說拳擊之前 小時候也先畫了釣魚 就畫一個釣魚漫畫 他有說一部去幫忙 是 是 一部每次去幫忙都會出事 塗黑塗到整個都變黑 變黑了 戒網紙又戒穿了 對 稿子又爛鬼了 有一次還衰 有一次梅澤最初就是 很戰戰經驚 剛剛畫了一套作品 想給別人看 他就說我找一些讀者給你 然後就找到櫻村 太緊張了 他不是很緊張 他很壞 他整班最初就說 你超級笑的 然後就說 好不笑的 不要笑的 死呀 然後有梅就說死呀 這個不是搞笑的 是呀 但他們是為何弄壞呢 就是他們在那裡 爛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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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項給我 我還沒看完 爛著看就撕爛了 又撕爛了 那幾個人很壞 然後一部很敏 你們撕爛了 你們想怎樣 然後幾個人一起放下 完全不出聲 然後靜靜地 一個一個離開 你撕爛了 你們撕爛了 你們撕爛了 但是梅就是開心的 因為他覺得 一些普通的讀者 他們會覺得 我的東西是有趣的 所以他繼續去努力 不過這個幕 你見到其實 一部真的沒有朋友 就是拳館的朋友 沒錯 就是梅渣和拳館的朋友 然後到後期 他離開那一段 其實很感動 我覺得那一幕很感動 就說他 因為其實一般 漫畫來說 他這一類型的角色 是可以讓他長清的 是不需要讓他發展的 因為他那個 根本就不是重點 但他仍然有讓他發展 他就說 去到某個位置 他就跟一部說 我要離職 不是因為辛苦 不是因為職 我想繼續去畫我漫畫 因為主力他放了 他去漫畫 他說 我也知道 那件事對你很重點 就是剛才所說的 他們都不夠錢聘請人 所以他說 但我還是要離開 你覺得這個人 又成長了 因為一部 他就很認真地跟他說 梅澤 我覺得你應該這樣做 因為你是 他說你男子漢仔 應該去追求你自己的路 你不只是復活我的夢想 你也有你的夢想 所以你是很應該這樣做 我的事你不要想 我的事我自己去解決 你去追尋你的夢想 所以我覺得那裡很感動 梅澤 他很想跟一部的媽媽去告解 因為他從小到一部 他抓整個中學家 都一直在一部 每天都頂他 他很想向一部的媽媽告解 但最後都沒有 整件事很感動 我覺得那個畫面是 那一幕令到梅澤 根本是很不關拳擊 這個角色 你說沒有了也沒有問題 沒有了也完全沒有問題 你不是說他以前被人欺負 但不需要有一個角色 但他令到 都用了 用了 令到整個 一部他的成長 過程其實立體了很多 而且他想梅澤 很想一個身份的認同 他就問一部 如果他可不可以用朋友的身份自居 然後一部就踏船追出去 整身腳 踏船追出去 就說我們是同事 還是好朋友 其實整件事是很感動 不是BL那種感動 但我剛剛想說 其實都是BL 就是說 我是你的同學 我是你的同事 隨此之外 我喜歡你是誰 是誰 要先拿定位 我是你是誰 我一直在你身邊 我算是誰 你經常對著他的宮田 還有另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作者從很多小事 很仔細 很多位置 可能是無關 但令到整個故事 很立體 其實無關 例如整條褲子 串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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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媽媽串錯字 是他寫給他的時候 一步寫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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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他媽媽不懂英文 對 那個是無關梅澤的事 梅澤是之後 再幫他整條褲子 後面又寫完 幕之內 一步交易算 幾多顆星星 每人贏一場 每一顆星 所以其實以後宮來說 其實是這樣說的 宮田其實是女神 永遠都遙不可及 其實梅澤是他老婆 在家裡幫他 打點他交頭細母 照顧家裡的 其實他有向他媽媽道歉 說回小時候 為什麼一步 經常都生氣 就是我打他的 他媽媽說 其實我早就知道 不過 可不可以以為他罵他 但是說 你要繼續 去你的目標進化 我感動 那幾個是感動的 無論是一步 對梅澤說的 以及一步的媽媽跟他說的 整段都是一個很感人的一段 沒有想到梅澤的角色是會有感動的 沒想到梅澤的角色是會有感動的 沒有 就是一個帶出來 欺負他 然後做了他的大頭隊隊長 大頭妹 不知不知他跟大志偉在一起 他更感動過大志偉和大頭妹結婚 一點都不感動 對 但是梅澤要獨立那一刻 梅澤要去畫漫畫那一刻 就是梅澤離開更近 對 我要離開這個家 你沒想到他會願意離開 對 但是他留下了飽悶 我幫你 老公我幫你脫了一個 我幫你找了一個崩妹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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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其他東西你都可以發展到的 這些人事變動的東西 就令到故事沒有那麼單調 他們是生活 他們在生活 即是一步的生活沒有那麼單調 有不同性的生活 因為梅澤離開了 梅澤離開後才有反衡 反衡進來代替了一個位置 因為他直接進來做事 其實是一個replacement 整件事是 講到小人物 其實還有兩個 真是很少很少的人物 我想看 但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你永遠不會記得他的名字 釣魚很厲害的助手 伯木 伯木 其實他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他最喜歡的絕技 大家記不記得他最喜歡的絕技 就是在適當時遞登 對 遞登 這真是很絕 救了我很多次 我猜不到他這樣都可以寫一段 而你是記得和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寫的最好的地方 我們經常有些人物寫得好 他的人物當然都可以 但他是寫關係寫得好 他是寫每一個人 他好像一個社區 好像一個group 簡單來說 就是你有個朋友 他拆了一件事 你九世都提 就是他那張椅子 你九世都提 每次提都說 這是笑話 還有深圈的東西 就是 我又忘記了他的名字 什麼 什麼 八目 八目 那麼少的人物 基本上你不會記得他的名字 樣子都記得 但是他都可以寫一段故事是關於他的 一段故事是你覺得 不會覺得是用來攝時間的 你可能會記得他覺得很好笑 以前都是拳館裏面的練習生 但一直打都打不出什麼名堂 然後有一次 因為他又不知輸了 那些同伴就跟他說 想打起精神 我們去挑戰 去玩一下 你想玩什麼 不如去釣魚 然後他們就說 但是我們一直去釣魚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八目的表情變了 魔鬼 變成魔鬼的八目 完全沒有見過他 因為有人說過 如果八目在釣魚方面發展 他一定是世界級的人 傳說中的八目大人 對 連這些都可以寫一大段之後 你會記得 我覺得他很厲害 在寫人物上面 你會覺得這群人 是他們互相是一個社區 一個朋友圈來的 所以你會很記得 你朋友是厲害 真的會跟著朋友網 去爬下去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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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爬出去 很容易有整個人 你不需要特意弄一封圖畫 告訴你 這個就是那個女朋友 那個就是那個朋友 因為你不需要 整個圖畫在那邊 很清楚 你看故事的時候 會看得很順 很順 很舒服 你好像在當中參與 所以他寫這些寫得很好 這個也是為什麼可以 過八期 你都會因為某些角色 你都會看 這個門 當然還有看 這個門 沒有可以去看 可能這一期 講一下清目 就看 始終找到一些人 你覺得有趣 或者想看 而且你很想看 某一個人做些傻事的時候 另一個人會說什麼 反應 反應是怎樣 應該都挺有趣 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都很有趣 講一下一步 一步其實 剛才說的兒子的後供 兒子的後供 真的超多 但女兒也有 有幾個 小一點 都有的 基本上有三個 耕材 耕材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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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材 大哥 他馬上想起另一件事 不要只說姓 挺害怕的 正印 其實是唯一一個他喜歡 他又喜歡 然後女生又有意思 當然 他喜歡 我覺得很簡單 很單純 因為他練習 跑步 經過麵包店 然後見到女生很可愛 然後買了麵包回來 然後他又同經過 他第一次見到他不在麵包店 是看比賽的時候 看見到 雖然有女生會看 然後就覺得 看一看 其實他只是 看見忠情 後來是在麵包店 撞到 這個不是那次跟我一起 看比賽的那個女生 不知道還記得我 那個女生就不認得他 記得的 不過沒有相應 後來 有美只是記得 他只是在麵包店面過去 他不記得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有 後來又說 你還記得我和你 不在麵包店底次見過 我們看比賽的時候 已經見過 他在說那句話 他叫做宮田 你說起這幕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完全差開的 就是他很喜歡用 這個沒有拉褲臉的夾 真的不夾褲 或者夾到 夾到 你覺得很好笑的 原來 我也是笑的 你覺得夾到他很好笑的 你覺得心團丹 回去夾一下自己 自己開心一下 我覺得很好笑 要看別人夾 自己夾就很痛苦 先說回九尾 他之後在麵包店撞回來 之後買了麵包 跟英川說了這件事之後 然後 翌日所有人都買了麵包回來 她說那個麵包包多可愛 我就說 好笑 我真的有個妹妹 這麼不像 這麼瘋 然後英川每次去唱 但妹妹一次跟英川說 對 在這方面 完全沒有學習的功能 因為其實她沒有朋友 每次是英川就是唯一的朋友 她有心事 她就想 英川放心吧 我不會跟別人說話 然後又相信 然後英川周圍說話 但是下一次她又跟英川說話 有一次她跟英川說話 然後跟她說拜拜 然後她拿著電話 放心 我不會跟別人說 然後拿著電話 一部你實在太亂了 她在哄一部說 跟以前不同 我們現在也是拳王 難道你 很賤 沒有 沒有 然後還要透露一部說 你說沒有自己是悲劇的男主角 然後又笑 哎呀 我們真是悲劇的男主角 一部都是承認的 因為第二次是說 劍柴和木村打 然後回到團館 還在那裡喊 木村 因為九尾跟她說 我們暫時不可以見 然後她們扮演一部和九尾 很賤 所以 其實一部和九尾 我自己就覺得拖拉得太久了 即是不能再進展到 其實我覺得現在應該要 是 其實你後期蔡蔡子出現的時候 你是一個契機 應該是令他們兩個加速了 進一步發展 但一直都繼續拖拉 即是她們所謂的進一步 只不過是 以前就很禮 大家很客氣 現在就會餵她吃東西 即是 即是好像連是 確認對方是男朋友 都不是 去到最新的那些 即是張哲 都只不過是說到 有一次不小心跌倒 差點預備想佔 但後來還不捨 但仍然是沒有拖過手 沒有說過什麼 他有一次說話很好笑的 他就說 一步 你拳王 男子漢 你應該要告白的 他說 一步就行了 你不要搞我 我會的 他說 你口感無頻 然後說要錄音 然後就是 就是 木村之前那一段 我忘記是否是木村 然後因為一步帶小白去 一來錄音 經常錄到 小白撞到九尾那裡 然後九尾就有些聲音 接著是英川聽著 給你拿是徐庭褲的 不是 他不是徐庭褲 是 他是拿紙巾 哈哈哈哈 是真的變態 嘩 嘩 嘩 我頂不住了 然後 對珍田一機之前 因為珍田很多護士之前 然後一步就問 你會不會幫珍田打氣 發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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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九尾發沸氣 就說 對呀 可能會的 很多同事都跟他打氣 你怎樣 然後一步就問 如果你跟他打氣 我都沒辦法 然後九尾就 生氣得走了 所以他們是很多 這些 合作 錯摸 但我覺得應該 應該要定 因為太久了 已經拖得 難道真的到我家 拖了太久了 從一開始 他好像沒有想發展這條線的意欲 他就是多了少少的機會 但通常都是沒有的 或者自己是破壞的 即是不想讓他去過一個步驟 可能上去永遠都是柱南 練九陽神功 那些 那就是同義功 其實也有點浪費 他就是重量級 永遠的少年 我幫我做 也有少少浪費 所以 他們的關係維持是這樣 剛才也說 蔡太子就是把門用妹妹 他這些都沒有 一來就很崇拜 一步 就經常纏著他 但一步就沒有什麼 因為他的心不是放在他 對 所以又沒有什麼 反而 我那一步也有少許者控 他反而對 梵村真理 梵村真理 對醫生也有少許 都有少許同友 但醫生後期也很少出場 醫生少一點 醫生後期少一點 他拿拳王之後 好像沒什麼出場 所以其實已經是退隱了 反而有一次後期 三個女兒在家裡 圍著床 然後被一步媽媽打發了 那部也很帥 那部很帥 但是我兒子也很累 所以就三個小姐 我就不介意兒子怎麼做什麼 但我只希望他現在可以安靜靜休息 立刻要把他帶走 所以都幾有趣 但我覺得一步他的後供就是 他的兒子 真後供 真後供 四心塌地 一班兒子 你不覺得他不會第一次就收一件 很多都收了 每打人一齊 就被打倒了 我們煎寒 熱烈地愛上他 威勞鼓 威勞鼓 其實很多都是 前期中期後期都很多 賭袋都很喜歡他 但沒有一個是夠宮田的 跟宮田的關係 你昨天說其他 後供 梅宅 我覺得是單純 我輸了給你 或者我追求某個強度 但你做到 我是很傾慕你 仰慕你 但跟宮田那些真的很可惡 大哥 我和你打 我又打不到 我又在等 又不可以等 我可以等 那些事 撐你 你玩完了沒有 搞停期兩 差不多兩期還在說你有沒有緣分 好像有緣分 又沒有緣分 還有下雪告白那一場 他說宮田他畢業 那一場都很浪漫 在下雪的時候 我要全力去 因為那時候 打完 因為那時候 一步就成為了 東區西門王 然後宮田就說我離開了 畢業我離開了 我要 什麼時候回來 直到我要減 令我和你之間的差距 減少了 我才會回來 所以走去打 東太平洋那些 所以其實我那場很浪漫 你想想 其實整間拳館的人 每個人都在那裡說 他經常在那裡說 公田公田公田 還有 有一期是說 阿山田出場那段 那時候也是 英川沒事做 很悶 然後一步自己在那裡訓練 在那裡賭樹聰 然後他去搞 一步 然後一步說 不要理他 心裡想 然後英川 為何不理我 一拳打到肚腩 然後又說 在那裡訓練 你 沒理由這樣 公田走了 你就去找阿山田 你和這個世界都不可以這樣 打他 很好笑 其實他們那些 應該說 一步和公田的機 是人人都看得出的 公田經常都不承認 公田經常都不承認 不要在我面前提 還有 在公眾的場合 他們一起去看拳賽 你不要走過來 幸好在我旁邊 整天都是這樣 但你那些其實 真的很刺激 其實 很好吃 特地玩 這個 很瘦 這些 作者知道讀者要些什麼 對呀 他反而覺得他不是特別 去打負市場 但他中到這個效果 我不覺得他特別打負市場 他不是特別打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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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段 只是現現成為了 但這段真的很明顯 他和公田之間那段 真的太明顯了 看到有些敏陣 快點在一起 快點快點完 等於你打打不打 打吧 混蛋 那些的心態 你覺得 他們有明天真的打 都沒什麼所謂 即是誰贏誰輸 算了 應該是完的 如果他最打 我想他打就完 他應該把這場放下去 是等於整本書 最後一場 所以他才停了 其實他最後拿不到世界權王 其實不重要 他也有伏筆 其實世界權王是有兩個位的 WC和 他不會打另一邊 他一定不會 如果他真的打算挑戰 即是公田打另一邊 他不會 沒有關係 公田拿不拿 跟他在同一步打 是完全沒有關係 他從來都說過 他根本就不是去界別 究竟大家什麼銜售 所以要打 其實也沒有說向更加高 是啊 英川就有 英川因為要稱霸六個界別 但是其實一部沒有 一部其實隨時都可以忍退 是啊 他只想 我想更加努力試一下自己有幾強 但是他沒有想過 我一定要拿鐵監冠 他沒有想過這件事 他甚至跟公田打 他只是想跟他打 沒有想過 是啊 沒有其他東西 不是公開賽都沒有 就算不是公開賽 不關邀戴的事 什麼銜頭什麼都不理 他都想跟他打 不用擺酒 不用禮金 不用擺酒 對啊 只要註冊吃飯就可以了 他還要預計自己 第幾回合會輸 然後就被浪速之虎 被千堂質 就說這樣不是一個拳擊手 應該有的心理 對 心態 如果輸輸的心態 你一定打不到一場好的比賽 哇 出方來人 今天我們提到很多角色 在節目臨完之前 大家都不如說一下 是不是邊試拳賽 有個人心印象 因為都不用接受 因為手推也是千堂 拉拉巴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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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千堂對一步 海報的名字 拉拉巴勒沙就是地震 其實我有兩場 一場是青木那一場 青木沙拳隊 那場很好笑 但認真我覺得是打伊達那一場 一步才是輸給伊達 那一場我一般 雖然很驚訝 看到他會輸會驚訝 但一般 如果你說伊達那一場 我是欣賞他的心理 打中他好像武校那一種 拳王的拳有多重 那個心理上 比他拳拳到肉的打 因為千堂那一場 他不斷打 但其實那一段我覺得 是有少少扔著他 扔著嗎 他是不斷地 特意給他一個低潮位 有些危機 這樣做出來給他 有點像鬥必殺技 但他那一刻的輪擺飾 真的很帥 他剛才是薄的combo 他第一次把三件事連在一起 肝臟攻擊 輪在一起 首先是假動作 眼神擠得 其實我不喜歡那一段 之前他有一段說他們無限進化的那段 因為他說兩個拳擊手在神力 一路在擂台上 一路打一路進化 互相進化的那段 我覺得那段是長久了 其實去到後面 我有少許麻木了 無心機 我不是太喜歡那個處理 如果我自己喜歡 我就喜歡 不過我不記得可能有些後 第一個就是 鷹川拿第一次世界冠軍 那場是 那場 那場 我的腦袋是 夠了熱血 熱血那種是 其實那段我一般覺得 這個也是嚴問橋 就是打鬼佬 因為鬼佬走來就是侮辱你們 要踩下你們 踩下日本人 因為霍克來到的時候 他就是 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搞死日本女人 散播的優良種子 散播優良DNA 你們日本人想要世界拳王 你叫那些女人在我房門排隊 那五十年後就全部都是世界拳王 然後被侮辱 然後就叫櫻村打低他 但誰知道櫻村打低他之後 怕他們說 你們是否很想要世界拳王 那你叫那些女人排隊 那你叫那些女人排隊 我就說 什麼 那就是把我的精子 全部派給你們 然後被鴨川打他 鴨川會長就說 你說DNA也有些文化 你不要說精子 但其實我也是最喜歡這場 那場就打得很厲害 反而我覺得你打得厲害不厲害就沒什麼特別 因為其實牆場都會不停地放打 然後就當中 我喜歡他就是 到最後說櫻村第一次被人擊倒的時候 他差點跌倒的時候 然後會長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扶著他 感覺到我不可以辜負會長對我的栽培 然後畫面是會長在地上 好像靈魂一樣單獨拖著他 然後他再令自己不跌倒回身 然後再跟霍克打的時候 然後再被他擊倒的時候 然後就 另一個畫面就是 整群人在後面推著他 這個位置是很感動的 其實他在鴨川說拳王的拳是重 他的意思就是拳王不能輸 拳王的拳頭為什麼有重 就是覺得是重 就不是你的權力有多重的意思 是你背後其實是背負著一堆 你支持你和你擊敗對手的一些希望 或者信念 所以這才是拳王為什麼拳頭夠不夠重的一件事 而他用畫面去表達了一件事 因為鴨川本身你見到以往他打的那麼多場 他真是亂糕都可以打贏對手 你從來沒有見過他在這樣的環境 然後在這樣的場合他處於一個劣勢 然後是靠著一群人的支持這樣令到他贏 我覺得那一刻是非常感動的 那一刻都很感動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他很做得出兩個拳擊手的對比 一個是完全靠天分沒有訓練 那種心態描述和技巧上的那種 因為他那種描述我覺得是精彩的 真的好過今期日 因為幕之內一步其實未打是都知道的 因為訓練就是這樣訓練 看罪才訓練 反而他那種會有些不同 還有他在說心理質素的那件事 鷹川對霍克那一場 他在說霍克是厲害的 但是霍克的心理質素是弱 是弱過鷹川 好像打之前也有說過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幕 看到會長受傷還是怎樣 是他回想還是什麼 不是真的被他打了鞋 然後鷹川扶著會長 他忍著不打他 所以這個畫面是後期 又回到打的時候 就寄回來 兩個人的心態都很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 鷹川不只是搞笑 他有實力認可 他是一個大哥 雖然他很搞笑 看他是一個大哥 他是一個賤人 但是他是一個大哥 他真的很疼會長 會長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相比 我覺得會長的重要程度 是比一步更加深 一步都很聽 他整對是很聽會長話 但如果說兩個人之間的感情牽半 我一定是鷹川贏 但是鷹川試過是會長 睡在醫院的時候 把那三角形掛在頭上 打會長也有 他有時候很搞笑的 但是有些特定的位置 他表現到他其實是很緊張的 就是那種 越不聽話的兒子就越疼 是啊 都挺個人的 另外其實我自己喜歡的 就是鷹川挑戰鷹那一場 因為真的少人物去挑戰 這場我剛才說 兩場這場都是其中一場 因為我是覺得他那種忍耐 他說自己忍耐了幾年了 我忘記了 就是說在擂台區區的十幾分鐘 我已經忍耐了很多年了 這十幾分鐘對我來說是沒有 那種對我來說 或者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那種練習 或者做很多事情 那種努力 會有一種認同之類 而且他最初打之前 他真的預計了 可以就不行就再見 會放棄 對 會退隱的決心 而且他也去找宮田去做練習 他也是一個 怎樣說 你可以說 沒有這個機會之前 可能一些平凡人就會覺得 我都應該認命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中游 上面那些暴龍在澳湖上 小朋友不關我事 本身他也是這樣的人 但當他有機會的時候 他也會想 我不想做炮灰 有機會我是想贏的 你會看到他說 我也是很想贏的 所以他很努力 你會很感受他那種努力 而且他訓練必殺技 他去想怎樣去對應 奸柴的閃電拳 其實你會很認同 因為奸柴一直都被人覺得是怪物 很恐怖 被人覺得死神 魔鬼 所以你會覺得 他去挑戰 然後他仍然可以很正面去挑戰 那些怪物已經是很難問可貴的事 還要輸得不噁心 對 輸得不噁心 對 一點都不噁心 是會想過他應該有機會贏 有機會贏 最後輸了很少 而且你很少看到 側面的樣子已經在面容扭曲 看到他在害怕 你是會 接近他 對 你會覺得 他那種 你會渗透到牧村 原來是有強悍的一面 而不是就是被櫻村欺負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其中一場 那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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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相對 你這樣說他根本是權益界的公園市 他是不斷去修後公 我可以聽阿聰在那裡說 我可以想問題 為何兩個人之間的訓練方法是互相太大 我被認識過 看對方的訓練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是情人之間的訓練方法 情人之間的訓練方法是否互相拍攝自己的影片給別人看 又是在看對方的技術 也不是我用怎樣去對抗你 給你怎樣拍呢 審妓呀 不是交換日記是交換偷拍日 千堂愛到的地步是當時 一聽到一部說他打完東雙人王本來打算放棄 他只是走過去找他 他不認識一部 他只看到他就覺得很愛上這個人 他不打是不行的 然後他就走去東京找一部 這個很熟悉的 然後又被英川抖過 然後俠川又跟他說這個練習生不錯 不是這樣打 然後被人問你為何要訓練敵人 所以當時他在千堂都好像英川那樣的人 他都周圍去旅行 然後人們都說被浪速拳館交代說 如果見到千堂大就不要收留他 這傢伙一定會周圍惹是生悲 他好像在關西裏做一些不良少年的老大 他本身是不良少年老大 但他那種不良少年就是他的打架 他只是打架沒有做其他事 總之就是誰要出頭要打架就去做 在節目臨完之前其實我想說一點點 如果大家留意整套作品 你會發覺作者對日本拳擊壇可能有點不滿 他將整個拳擊壇的協會的公助人員只有很少 這麼多場比賽裡面只有兩個拳擊壇 逢是世界賽對外國世界賽 英川打的就是一個白頭的權證 另外所有的比賽都是一個權證包辦的 劉海黑化的權證 沒有找到第三個權證出來 這個我也很同意 我覺得這個真的失色了一點 我也不相信他的權證 而且作者權證可能在比賽裡面對於故事是很少的部分 但作者其實也有給他氣憤 例如我忘記哪場兩個打得很激烈 然後說權證冒死地衝去阻止他們 也會害怕的 他是有描寫權證的心理情況 你看我應該衝去阻止他們 他有給他氣憤 那場是賭代岩藍那場 但通常都是那兩個權證 本地賽就只有兩個合資格權證 關東關西都是那一個 對 權證應該比做權手更好 因為一定有公開 誰打都是他的 補充錢都補到你 世界拳王都是住太田莊 因為權證就有很多工作組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說了很久 但其實我們只是說了一半 說了人多 很多都還沒說完 因為我們的故事都是說了一半 說了三分一左右就沒有一半 四十多期而已 四十五期左右而已 也很期待我們繼續會再開 稍後會再多點 開Part2 開Part2、Part3也有機會 這套作品我會覺得是很值得看的 怎樣說呢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對權證冒沒有興趣 其實不是的 我當初我也不知道 零認識的對權證冒 但我最初看 那時友善也有權證冒賽 我就因為看這套作品 所以我有去看 我有去看 那時太神比賽那些 都有給錢賣 不是我的錢 我爸 大家也會去看 因為這套作品去了解多一點 如果你是喜歡看《打鬥》的話 我覺得這套作品也是一個實打的作品 一個挺優秀的作品 好的 今天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約兩小時了 整套接播三節 1N 真的賺了大家 留意下集還有其他作品會說 等於下集會說什麼 自己留意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